嘿 你好 欢迎回到Axt 谷歌呀 终于放大招了 在昨天的2023年IO大会上 谷歌宣布了100件事情 其中提到了AI143次 而谷歌的股票价格呢 也直接涨了560亿美元 这是一场谷歌全面拥抱AI的大会 那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其中的精彩片段 谷歌在这次大会当中啊 已经明确的表示 谷歌是一家AI优先的公司 AI Frost Company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谷歌相册 谷歌相册呢 已经从它之前的魔术橡皮擦 进化到了魔术编辑 比如这张老奶奶的照片 首先它可以把背景上的人 以及人物身上的背包袋去掉 同时呢 它也可以把整体的色调 变得更加鲜艳一些 但是这些都不是很神奇的功能 它更精彩的是 它可以把整个人像 向右偏移一部分 让瀑布刚好在人的手心上方 这才是魔术编辑强大的地方 同样的例子 还有下面一个小孩的照片 小孩拿着气球坐在长椅上 但是呢拍照的时候啊 小孩没有放在照片的真中间 气球也被截断了一部分 所以呢就可以通过谷歌相册 把小孩整体的放到中间 被截断的气球呢 就可以通过AI的算法 把它们全部给补全 看起来天衣无缝啊 之后再把整个的色调 做一下增强 一个完美的照片就完成了 谷歌地图推出了沉浸式的路线视图 你可以在出发之前啊 以一种非常真实的体验 去可视化这个路线的每一个部分 这感觉就像你真正的开车 走在路上一样 你可以看到沿途当中的 各种自行车道啊 人行道啊 交叉路口 停车场 各个设施等等 而且呢 你还可以通过它的一个时间划块 去查看它的空气质量信息 路线在一天当中 随着天气变化的样子 这样呢 你就可以提前预知到 你去的路上可能会遇到雨啊 或者遇到雪 而且呢 人工智能它还会模拟 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地段 大概会有多少辆车 这样呢 你就可以提前预知到 哪些地方可能会发生拥堵 接下来是谷歌Bud 谷歌Bud刚出来的时候啊 非常弱机 我当时还做过视频对比 但是现在它就脱胎换股了 首先 那谷歌Bud 现在可以支持开发 你可以做开发 做调试 或者让它解释代码 让它去优化代码等等 它目前已经支持了 20多个开发语言 并且呢 你可以直接把代码 导出到collabor和replit里面 当然对于不是搞开发的人啊 可能对这个不感兴趣 那接下来的一个事情呢 就比较重要了 Bud可以把它的对话记录 直接导出到Gmail 或者是Google Doc里面 谷歌文档里面 那相比OpenAI阳春白雪的导出 Bud的这一点 那就非常让人期待了 除了导出之外呢 Bud还提供了跟Tools的集成 也就是跟其他的第三方的Service 扩展 包括跟谷歌它自己的App进行相互的集成 这就类似于OpenAI的Plugin 类似于OpenAI的插件系统 比如Bud在支持搜索的时候 提供图片的结果 而且现在Bud它也能够理解图片了 可以根据图片的内容 写一些文字的说明 比如给它两只狗狗的图片 让Bud去写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 那Bud就根据它们的表情和场景写了 当你试图确定哪一个是好孩子的时候 然后和Google Map的集成 在你搜索的学校的时候 它可以把学校直接在地图上的位置标记出来 同时在Bud当中生成的表格 也可以直接导出到Google Sheets里面 而且谷歌还和Adobe协作 Bud跟Adobe的Firefly进行配合 可以从文字生成图片 那这是一个强强联合 算是在AI图片生成市场的一个劲敌了 那最后Bud现在已经不需要等待了 它已经没有waiting list了 目前Bud已经在180多个国家开放 并且计划后面将会支持越来越多的语言 那Bud变得越来越强悍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背后的模型升级成了PARM2 谷歌推出的PARM2是一种最先进的语言模型 在Io大会上 谷歌宣布有超过25个由PARM2驱动的新产品和新功能 而且PARM2提供了四种尺寸的模型 最小的Gecko可以在移动设备上面运行 而且还可以离线工作 那PARM2它先进的哪里呢 有三个方面 就是它的多语言推理和编码能力 首先是它的多语言能力 PARM2它在有100多种语言的多语言文本上进行了训练 而且它的语言能力呢 据说已经达到了可以教授这本语言的程度 至于它的推理能力呢 PARM2它的训练数据集啊 包括了数学表达式的科学论文和各种网页 所以啊 它在逻辑 常识推理 以及数学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强悍 至于编码呢 它在语言代码的数据集上也进行了训练 所以流行的那些编程语言 对它来说都不在话下 那GPARM2呢 谷歌还推出了两个特别的专业版本 一个叫SecPARM 这个是针对网络安全的一个版本 那还有一个呢 是它使用医学知识来进行训练的 叫MetPARM2 这个版本呢 在医学能力方面取得了最先进的一个结果了 根据谷歌CEO在大会上的介绍 这是第一个在美国的医学执照考试当中 表现出专家水平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那目前呢 谷歌的语言模型的研究重心 它转向了更大的模型 GEMNA 那这是一个多模态的 和一个高效的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 它应该就是对标传说中的GPT5 之前啊谷歌发布了集成了AI的Workspace工作空间 只不过呢当时被OpenAI给抢了松头 这次啊谷歌又重新带来了PARM2驱动下的Workspace 起的名字叫Dweb AI for Workspace 工作空间跟AI的二重畅 这应该是在强调啊 在谷歌的工作空间当中 AI可以成为跟你无缝协作的好伙伴 那在会议当中呢 就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用七个词的提示语 就可以写出一个很专业的招聘广告 然后根据你的要求 帮你生成数据表格的表结构 还可以在你制作PPT的时候 帮你生成各种图片 并且呢还可以为这些图片 选择各种不同的样式 比如卡通风格 照片风格等等 在Workspace当中呢 他们有一个边栏 右边栏叫做Sidekick 好搭档 这个Sidekick呢 它就可以根据你当前的工作状况 来提供一些建议的问题 这点类似于Beam的右边栏 比如当你文章写不下去的时候 打开Sidekick 它就会给你提出这个建议问题 还有呢 在邮件当中呢 它还可以直接提取 你嵌在这个邮件文字当中的 Google Sheets的链接 从这个Google Sheets当中呢 提取Sheets的数据 而说到PPT Sidekick 可以给每一个PPT 给你的每个换动片 一键创建好所有的演讲稿 所以啊 就算你拿到PPT之后 大会马上要开始 你也不用惊慌 让Sidekick给你把演讲稿写好 你到时候照着念就可以了 说到谷歌啊 咱们就不能不说它的搜索 来看看谷歌搜索 在AI的加持下 能够强大到什么样的地步 首先一个搜索的例子 就是布莱斯峡谷和古门国家公园 哪一个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和一条狗的家庭更合适 那谷歌搜索首先就是给出的这个搜索的窄要 把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个简介 然后呢 在下方给出了建议你继续跟进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点击follow up 那他就会直接打开对话窗口 你就可以在他给你的搜索结果的基础上 去继续的去追问你的问题 而且呢 他还可以给出你更细节的搜索说明 比如这条 你可以带着你的狗在这两个地方行走 而且这两条路线呢 也很适合婴儿车等等等等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可以根据目的来进行搜索 比如搜索 适合于五公里通勤 而且呢 还有小山坡的这种自行车 同样 谷歌搜索呢 首先给出了你建议你考虑的方面 比如他的电机啊 电池啊 悬架啊 等等 然后在下面呢 会给你列出产品和相应的语言评论 而这些结果呀 它是来自于每小时有18亿条的实时更新的信息 这就让他的搜索结果 不但能切合于你的需要 而且呢 这些都是一些最新信息 不是一些过时的老信息 这就会极大力提升你的搜索体验 现在如果想去尝试谷歌搜索的话 那只能先去Google Labs 去加入它的等待列表 KWIN Project KWIN 这是一个我最感兴趣的项目 可惜啊 现在还是个原型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啊 AI笔记本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笔记 你所有要看的资料 看的文档 要学习的课程 全部交给他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向他去提问题 他就可以去帮你 学习和理解你所有的这些材料 文字材料 在演示当中啊 这哥们就把谷歌Drive里面的课程笔记 交给了Telwind 然后呢 Telwind就自动的创建出了学习指南 包括关键主题 以及建议的问题等等 而且呢 还可以直接的 让他去多个原文档当中呢 创建数语表 我相信这个功能啊 应该是所有的笔记爱好者们 都喜欢的功能 那是要想尝鲜呢 那依然是需要加入它的等待列表 而且它现在也目前只是一个原型 它真正能不能用 能不能推出来 什么时候推出来 都还是个问题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 AI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这么强大 AI怎么样让它去负责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 所以谷歌在它的这次大会上 同样也提出了 responsible AI 负责任的AI 谷歌的副总裁 James说呀 在人工智能方面勇敢 就意味着 要从一开始就要负责任 AI的强大呢 大家很难有一个量化的概念 James就提到 AlphaFold 就是那个预测蛋白质 结构的AI 他只用了几周的时间 就取得了相当于4亿年的进展 所以AI的责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James介绍了responsible AI 也就是负责任的AI 谷歌负责任的AI所能做到的事情 James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比如你看到这么一张登月的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到底是真的呀 还是假的呢 谷歌就会通过给你提供背景信息 比如类似的图像 它可能首次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在哪里还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图像 包括新闻网站呀 社交网站呀等等 那根据这些信息呢 就可以帮助你来判断 你看到的这个图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后面呢 还有谷歌Cloud以及安卓手机 安卓平板等等 咱们就不多说了 以上呢就是我反复观看视频 以及查询谷歌的网站 给大家总结出来的精华内容 请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今后你就不会错过更多 与AI相关的有用的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